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通常都会请家属准备毛巾两条 一条是洗身体的 一条是洗脸的 要分开 要分开 对对对 我们先用水 先把毛巾洗好 然后先帮长辈擦脸 然后擦头 从头的部分开始 先洗头 然后这个时候两个一公 就是一个是洗身体 一个是按摩脚 就是同时的 这些动作是同时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在帮忙洗脚的 对 然后我是在帮他就是洗手 还有肚子 还有就是 对 然后就是洗好之后呢 他也会就是在这个时候 帮他做个复健 所以在水里 就是说老人家 或者我们听到就是说 有些做复健啊 或者就是说 对 让他可以活动他的关节 在水中是一个很好的复健的环境 就是让他一方面 在碰到热水的时候 其实他是 他的身体会比较放松 然后有很多 像我们服务的很多长辈 他们大部分卧床的长辈 都会这样握拳 很紧张吗 不是 他们是因为萎缩了 萎缩 对 所以趁泡澡的时候 可以帮他们做个舒缓 对 我们都会跟他说 阿玛你帮听伤 他真的会松一点 他的关节真的会比较开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让他 可以就是帮他活动他四周的关节 然后我们通常正面洗完之后呢 就会让他翻过来 也是一样 可是像另外一边耳朵不会进水吗 因为其实我们的水 有帮他垫 对 对 有帮他垫 就是我们通常枕头会在帆布的下面 不会拿起来 对 所以他的头其实是比较高的 对 然后 再来就是帮他洗背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很多长辈 就是握床 然后还有尿布的关系 是 通常屁股的皮肤都会比较脆弱 对对对 所以就会这边就是再帮他清洁一下 加强一下 对对对 对 然后还有帮他按摩 然后一样就是再这样翻过去 然后再翻另外一面 然后同样的方式 让他做清洁 对 那清洁完了之后呢 再来就是要抽水 抽水 对 我们有准备抽水马达 就是在里面洗完的这个水 他要做一个把它抽干 然后就是放进去之后 他就开始抽水 对他就开始抽水 那我们都会用一个很大的桶子 另外一个大桶子 对 把那个水接出来 对对对 把水抽出来之后 通常这个他只能够抽掉大部分的水 然后尤其是像在夏天还好 但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的动作就要快 因为怕长辈早要凉 对 是是是 非常周到 然后抽完水之后呢 如果这边水已经抽不起来了 那我们会用毛巾 大毛巾去把它吸干 对把水吸掉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要开始收 开始测这个澡堂 对 那会不会是因为你们人手比较不足 所以你们就是说两个人就可以完成 那如果说人手能够多足够一点的话 做起来会不会更加的就是 我有试过四个人的 但是有的时候 然后有的时候因为长辈家里面都不大 就是四个人反而会有点 就是有点紧 抬抬的 啪啪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要收的时候我们一样是用卷的 因为通常这帆布里面还会有一点点水 还有水 对 因为我们都是在长辈的床上 所以都要很小心不要让水流出来 然后也是请阿嬷先变轨 如果说因为你现在都用的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纸箱的这个板子 是 感觉是好像还没有就是说一个规格化 他如果说用其他的 比方说这个 那个保利笼啊 或者是有其他的板子对你们来讲会好吗 我们有用过更简单的方法 因为我们都是希望 我们用圆床泡脚这个方式每一个人 每一个长辈都可以得到这样子的服务 所以我们会用非常简单的设施去做 我们有用过黑色垃圾袋 黑色垃圾袋 对黑色垃圾袋 就是取代刚刚那个帆布的部分吗 不是 取代纸板 黑色垃圾袋 然后装空 就是里面装满空气 绑起来 然后一样做成四边 然后再加上帆布 一样是做成一个水槽 然后一样可以倒水 对 就是 阿嬷现在已经很冷了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忘了 顾着的讲解 就是我们 我们拿掉之后 我们会赶快把她的身体擦干 就是赶快拿毛巾 所以大部分重要的工作已经在刚刚都完成了 现在在穿衣服 没有对对对 就是先把她用毛巾全部擦干之后 我们会为长辈抹乳液 哦按摩乳液对 因为老人家的皮肤比较干燥 对 好那假装这个是乳液的话 我们就把它按摩 好 就是会先 从哪里开始抹 一样分两个 就是上半身跟下半身两个人 也是同步这样才能长时间 对对对 然后为她 磨乳液的时候顺便再为她那个按摩一次 所以是促进她的那个身体的 就是一方面是关节 一方面就是长辈通常身体比较干燥 对对对 让她的那个皮肤可以得到一些滋润 然后就是抹完乳液之后 就是会为长辈穿尿布 先为长辈穿尿布 然后再为长辈穿衣服 那长辈通常都会有一只手 行动比较不方便 通常就是不方便的那一只手先穿 对然后再穿另外一只比较方便的 行动比较方便 对对对对 就是比较灵活的 比较没有硬的 是对 然后穿完之后呢 就大功告成了 对是是 非常的感恩哦 就是看到你们做这样子的一个示范 从很多的小细节 你们都有帮长辈顾到 那当然我们就是说 有刚看到你们的一些设备 它好像虽然不是这么的精致 但是它不精致的原因 也是因为你们做了很多的试验之后 觉得那是比较 让你们比较好上手的一个器材 因为我们最大的目的是 希望能够让更多 就是卧床的长辈得到这样子的服务 让更多的长辈就是 邪移循环能够更好 所以我们要的东西很简单 让只要是普罗大众 他们随手可得的工具都可以拿来做 所以我们的东西都很 没有专业 但是可以让长辈们得到最好的服务 才是最关键的 虽然不是很专业的一个设备 但是我们看到你们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其实真的就是很感动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觉得你们很多很细腻的小细节 都帮我们的长辈想得非常周到 包含在要唤醒他们来洗澡的时候 其实在他们耳边轻轻的讲话 然后帮他们做一个肢体上的一个缓和等等 就觉得说你们真的就是老无老即人之老 把这些长辈就是当做自己的长辈一样 谢谢 非常谢谢邱琳刚带着我们的工作伙伴 为我们示范这个原床泡澡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也看到老人家就是说 如果是行动不便的老人 没有办法自理的老人 他能够或从这样子的一个泡澡服务当中 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干净之外 血液循环也可以让自己就是更健康一点 当然我们还是很希望老人家 每一个老人家都能够身体健健康康的啦 那邱琳想要跟你请教 你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之后 有没有一些家属他们在旁边的 看到了之后的一些感动 然后给你们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回馈呢 是什么 就是我有个长辈 因为糖尿病的关系截肢 然后他的孩子也是因为荣养 然后没有跟他住在一起 他们其实关系是比较疏离的 那后来我们开始服务之后呢 他的孩子看到就是华山基金会 非亲非故的 可是愿意为他的妈妈做这么多 于是他的孩子搬回来跟阿嬷一起住 可是因为就是他的照顾能力 还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我们还是持续的继续服务 那我印象最深的是 这个阿嬷后来因为身体越来越衰弱 然后我最后一次帮他泡澡 帮他量完血压之后 他的孩子笔手画脚跟我说 他要帮阿嬷洗 是他也要学 以后他就要来帮阿嬷来洗 后来就是他亲自帮阿嬷洗 我们在旁边做辅助的动作 那其实阿嬷那次很开心 然后阿嬷隔两天之后 他就离开了 可是我觉得最大的感动是 就是他的子女回来陪伴他 并且帮他做最后一次这样子的服务 可能老人家觉得这颗心可以放下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说 我可以在老人家有限的生命里面 可能是短短的五年 或者是短短的十年不到 然后我可以为他的生命当中 留下一点点他的回忆 然后我觉得这样就很有意义了 对 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听到丘陵 就是讲到现在我们真的很感动 就是说一个老人家 也许他的晚年 子女不在身边 那是谁可以来照顾他们呢 也许就是我们有余力的话 可以去帮助他们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余力 我们可能没有这个时间 那但是在我们社会当中还好有你们来协助他们 就是说进到他们家 来帮忙老人家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这样子的一个关心 这样子的一个照顾 那就是很想再听听看 你们真的都不需要外界再给予多一点的人力 或者是相关的资源吗 其实我们是很需要的 因为其实我们一个行政区只有一个服务员 那其实我们要服务的长辈有非常的多 然后我们真的很需要就是在这边也是呼吁大家 就是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 欢迎来找我们来报名参加 来当我们的义工 关怀更多的长辈 然后也让自己能够肌肤抱 然后或者是说能够趁机 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回去 一样让自己的长辈得到更多的照顾 邱琳我觉得你非常的年轻 怎么会想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工作的感觉 这个工作好像是要有 就是说除了热忱爱心之外 它应该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年纪 有可能会想要做比较光鲜亮丽的OLO 或者是怎么样的 你怎么会想到就是说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可能 感觉像是比较社会阴暗面的一个服务 当然它是一个很好的 但是我总觉得说 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一行 其实我是因为我父母的关系 那因为我父母 因为生病的关系都已经过世了 然后他们在过世的时候 的确受到社会上面很多的帮助 那现在我觉得我也到一个年纪了 可以回馈了 就是希望能够来回馈这个社会 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忙 然后因为华山基金会能做得很有限 所以才会有福人社社长Emma的帮忙 然后让我们能够让更多的长辈 得到这样子的关怀跟温暖 所以我们丘陵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福报的人 也是非常懂得要知恩回馈的一个个性 所以当初可能父母亲在就是过世的时候 你也有受到我们社会的一个帮助 所以你今天有能力了 你也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 来帮忙我们的一个社会 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来宾 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一个故事 当然也希望也祝福我们华山 还有我们Emma社长 还有我们阿公 在未来的一些身体状况都非常的好 然后能够为我们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非常谢谢你们的参加今天节目 我们城市新势力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